不满前女友令杰新欢 竟开车冲撞情敌 金湖中正路22号清晨5点发生一起驾车撞人事件 撞击深野朝醒附近住户 而整件事的起因竟是男女感情纠纷所引起 遭撞的装男横躺在地上 众人的阳性男子则大摇大摆离去 同行的几位女子吓得不知所措 现场是血迹斑斑 事后肇事车辆虽已被移开 部分车辆残骸还遗留在现场 血迹也尚未被雨室冲刷掉 而肇事现场距离金湖分局仅百来公尺 十分嚣张 22日上午凌晨5时三门区 民众包含金湖镇中正路发生车祸 警方到场后发现是两辆汽车碰撞在一起 经调查后发现 是因男女感情纠纷所引起 杨男凌晨于KTV饮酒消费时 接获令名庄性男子 电话相约谈判 杨男驾车前往 于中正路时发现庄性男子站立于路旁 而一死因促进大发 即驾车冲撞庄性男子 因而倒际庄男头部腿部受伤 车辆部分毁损 因现场撞击产生巨大声响 而侵刑附近居民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 将庄男送医 并立即将杨男压制逮捕后正办 杨性男子经酒册后 酒册只为每公升0.46毫克 全案警方依违反刑法杀人未遂罪 及酒后驾车罪正办 金湖分局表示 状人的杨男接获庄男电话相约谈判 在金湖中正路发现庄男站在路旁后 进驾车冲撞庄男 警方获报案后 立即赶赴现场 将庄男送医救治 并当场将杨男压制 杨男经酒册 酒册只为0.46毫克 全案依违反刑法杀人未遂罪及酒后驾车罪侦办